9月12日 美空军参谋长布朗上将 公布了两张B-21隐身轰炸机 首架原型机的最新照片 就在同一天 美国诺哥公司也宣布 B-21轰炸机已经完成了全机通电 以及发动机启动等试验工作 并发布了另外一张照片 在几个月前B-21的揭幕仪式上 媒体在特定的环境下 仅仅拍摄到一张飞机的正面照片 此后美国官方发布的所有 关于B-21的图像 基本也都是相同的视角 但尽管如此 还是引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关注 因为它的上一代 B-2幽灵实在是太强大了 作为升级版B-21想低调都难 现在我们终于有着 B-21的第一张四角视图了 本期节目火力军就带大家一起 走进这架第六代战略轰炸机 话不多说 咱们直奔主题 首先最新的四分视图照片 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了 这型轰炸机的实际尺寸 预计B-21的翼展约为42到46米 机长约为15到17米 与B-2A翼展52.4米 机长21米相比 翼展小了12%到20% 机长小了24%到28% 尺寸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有关细节的设计 概念图 程序信息 以及推论做出的许多假设等等 全部都能实现 这才是美国军工的厉害之处 比如此前诺格公司 对外宣布的大型空气数据探测器 现在我们通过照片就可以看到 在B-21机身的下部和上部 是无源传感器的各种天线阵叠匠 而且和机身形成了一定的角度 这种嵌入安装式的设计 可以在飞机首飞 以及整个动力学测试任务期间 捕捉到更为充足的空气数据 对于维持飞行的稳定性来说 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 搭载了这些探测器的B-21 和美国官方公布的资料一样 仅依靠电船操纵计算机 就能够保持稳定的空中飞行 以及拥有按照记录路线 自主飞行的能力 还有B-21的驾驶舱窗户 和早期的渲染图也一样 当时很多人猜测 原型机亮相之后应该会有所改善 但没想到几乎是原封不动 不仅侧窗很小 角度也很奇怪 更怪异的是顶部用虚线 勾勒出来的弹射舱口面板 竟然位于驾驶舱的大后方 在这张照片公布的第一天 就有不少B-21的粉丝质疑 下面真的是飞行员的弹射座椅吗 可为什么驾驶位置 离前舱玻璃那么远呢 对此设计 火力军猜测 单从弹射舱盖的尺寸来看 B-21的驾驶舱 要么非常小 要么非常高 而且驾驶员应该也不会 只依靠肉眼来获得视野 所以视角受限的问题 肯定是不存在的 我们继续看其他的细节 在B-21突出的脊柱顶部 是空中加油的标记 一个平坦的架子状的延伸部分 从机身下部一直延伸到最前缘 使其具有压嘴状的外观 这种不易察觉的特征 比B-2的此类特征要明显得多 顺着机身往下是进气口 从摄像机的角度来看 B-21的进气口 位于飞机的机翼内侧前端 这些特征在B-2幽灵上也有所体现 主要目的就是隐藏机身的雷达识别特征 特别是那些位于B-21下方的雷达 不过考虑到B-21的巡航高度可能很高 所以大多数能携带雷达的侦察机 基本也不会在B-21上方飞行 从这一特征来看 咱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正确的结论 那就是截止目前还没有雷达 能对B-2产生威胁 所以B-21自然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改动了 是一个典型的优势延续项目 我们继续 B-21机舱的后侧 也就是中央机身椭峰的一侧 可以看到一个黑暗的区域 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什么 火力军大胆猜测 有进气就排气 有排气就难免会产生红外特征 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 与B-21的排气系统有关 但目前还没有更准确的数据 B-21机身下腹部 是它的起落架舱门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B-2的梯形 主起落架舱门 已经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六面型舱盖 主起落架还是两扇门 而且都向飞机的右侧打开 上面的001是圆形级编号 异地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标志 起落架舱门的特点 和B-2向前开的方式有所不同 通过对比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主起落架比B-2小 机身重量可能也有所降低 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B-21的飞行控制面 这一部分是由机翼外侧的三个金翼和内侧的一个金翼组成 这和B-2有所不同 B-2是更复杂的巨齿型后缘平面形状 具有内侧和外侧两个金翼 以及位于后缘中心的可变几何形状海底尾 而B-21则是一个更简单的W后缘 至于哪种设计更有利于飞行 就看今年年底之前B-21首飞后官方发布的数据了 现在让我们转向B-21的正面图像 除了驾驶舱窗口以及尺寸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多个空气数据传感器 以及机身下部以及驾驶舱前面的两个条形 我们开头提到的无源传感器天线阵列 应该就是它们了 接着往下 机头下部两侧各有两个T型小孔 看起来类似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电子扫描多功能 可重构集成传感器的形状 该型传感器具有无缝数据通信 传感器和电子战能力 如果火力军没有猜错 那么B-21将会利用多模式AESA阵列 实现数据电通信传感器以及电子战功能 这一系列功能对于现代战略轰炸机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稍后想说 接着来看 机身一侧向我们展示了B-21的进气口和动力装置外壳 与机身其他部分的融合程度 可以说一如既往的流畅 但遗憾的是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B-21到底是两个还是四个发动机 此前有比较多的说法是 由B-21无需超音速飞行 又是无加力版本 参考F-35均匀用推力指标 大概在130千牛左右 所以采用两台F-35同款的普惠 F-135涡扇发动机比较合适 不过又另一个说法是 B-21虽然尺寸比B-2缩水 但航程据说可以达到9000公里 载荷能力也能达到15吨 并没有缩水太多 因此它就不可能叠加四台发动机 很可能是采用了更加省油的普惠PW-1000G 齿轮传动商用涡扇发动机的某个型号 不仅推力与B-2相当 体积还更小 所以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截止目前关于B-21的武器系统 还处在保密阶段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·肯德尔 在9月12日的空军与太空部队年度研讨会上 曾对媒体这么回答 他说关于B-21可以携带什么弹药 有着什么样的防御手段 这些都还是机密 但可以肯定的是 自2000年空军首次谈论B-21开发计划 到今天计划正式落地 美军的集成打击系统算是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从性能上来看B-21和B-21一样 都是防区外隐形轰炸机 且能够携带同样隐形的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 这一战术就是美军集成打击计划的 一个已知组成部分 另外集成打击系统还包括激光一类的定向能武器 这类武器将作为未来记载的防御手段之一 其中还包括先进的电子战系统 诱饵以及硬杀伤性拦截武器系统等等 正如美国空军肯德尔部长所说 B-21采用开放系统架构建造 不但是其具有高度适应性 还具有高度的科技属性 因此这架轰炸机将能够使用尚未发明的新武器 也可以使用战机专用的无人机来协同完成任务 我们结合B-21的特点和肯德尔部长的描述 不难发现 美国空军目前的重点是不断推进CCA的发展 也就是未来的协同作战无人机 今年早些时候 空军宣布计划采购至少1000架CCA 以及200架NGA-D战斗机 CCA是基于一个概念性的作战理念 设想将两架无人机与每架NGA-D喷气机 以及300架F-35A联合攻击战斗机配队 未来CCA机队的规模可能会显著扩大 并包括多种不同的设计 比如和B-21的战术配合 总上所述 B-21一定比B-2的用途更为广泛 B-21和B-2都是利用自己的引擎 航程 载荷等优势 深入敌人的纵身 摧毁公路机动 洲际导弹发射车这样的高价值目标 这时候F-2和F-35等隐身战机 肯定是帮不上忙的 作战半径都不允许 所以B-21不仅会在B-2的基础上 增强电子战干扰防御等自保手段 未来还将配合无人以对列的形式 执行更为复杂以及危险的离后作业 就像美国官员所描述的那样 B-21的模块化设计 高科技属性武器 以及无人机协同的能力 都是任务单一的B-2 无法企及的 关于B-2的能力 本期节目就不多做介绍了 另外关于B-2的续航 推力等等数据 也都缺乏可信的官方背书 所以火力军也不再做太多的猜测 因此相比需要猜测的部分 B-21目前所表现的性能 已经足够它成为五角大楼 和三大支柱里 现代化的一部分了 B-21将取代B-2A和BLB轰炸机 成为美国未来轰炸机部队的骨干 并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在未来半个世纪内 成为CCA无人机队的核心级领袖 据诺格宣称 首架B-21将在2023年底实现首飞 截至目前 很多依然是谜团的气节 相信也会随着时间逐步揭晓 今天对B-21新照片的分析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